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官 必须要有充足的血液供应 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一系列的生命活动 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脑供血不足 脑供血不足顾名思义 就是脑部的每一局部的血液供应不足 可引起脑功能障碍 但严格地来说 脑供血不足并不能算是一种疾病 脑供血不足不是病 但发作起来可能会要命 脑供血不足高发于老年人 据不完全的统计 60岁以上的人群中 7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脑供血不足 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脑供血不足者占80% 但不排除年轻人也可能存在这一情况 脑供血不足又不及时的治疗 很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脑梗汗 关心病甚至痴呆 所以说现在的中老年人 真的是要应当提早的预防起来 以下这几种方法 既适用于健康人群预防脑供血不足 也适用于脑供血不足人群进行改善 一 补充抗氧化物质 维生素C维生素E和花青素 蕃茄红素等抗氧化物质 能够帮助清除脂油肌 减少其对血管的损伤 从而辅助减少肢类物质等在血管壁上沉积 预防血管管腔下载 与保证血液供应充足 新鲜的蔬菜水果 乳 番茄 蓝莓 桑胜 橘子等 都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质 每天应该保证足够的收入量 二 多吃不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胆固醇滋化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肝油膳脂的含量 还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 改善血液的微循环 对预防高血脂 保护心脑血管大有弊益 生活中不妨适当地增加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如橄榄油 鱼肉 坚果 蘑菇 奶类等 第三 运动 运动是非常好的促进血液循环 提高新陈代谢的方法 能辅助通畅血流 改善脑供血 建议每天进行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 如慢跑 慢走 太极拳 游泳等 每周至少三次 运动强度以中等为宜 既心跳稍快又能够轻松地说话 但应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 此外 看电视时也可以垫脚 它能使心肌获得更多的氧气 也能够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 增加血流速度 从而改善血液循环 四 泡脚 泡脚也是公认的促进血液循环的好方法 建议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 还可遵医组添加部分的相关中药 更有利于血液循环 但糖尿病患者 静脉取张患者 皮肤感染破亏患者需谨慎进行 下面这三种食物 大家常吃可以预防脑梗 第一种 苦桥 苦桥是一种粗粮食物 它具有血管清洁工的美称 因为苦桥中含有丰富的芦丁成分 这种成分具有降低血汁 吸吸血液粘稠度的作用 所以常喝一杯苦桥茶 能够大大的降低患上脑梗的风险 第二 海带 海带中含有丰富的盐藻多糖 昆布素 这类物质都有类似干扰的活性 既能够防止血栓又能够降低胆固醇 抑制中央动脉硬化的作用 第三 茶叶 茶叶中富含的茶兔芬能够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 降低血汁 缓解血液高瘾状态 增强红细胞弹性缓解或者是远缓动脉中央硬化 经常饮用一些蛋茶可以远化动脉血管 另外除了常吃以上这三种食物外 我们还要注意少吃以下东西 一 少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脑梗患者一定要注意 少吃或者不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以防止血液变得粘稠 而导致病情加重 动物内脏 传肢乳类 奶油 鱼卵等食物应该少吃 二 少吃肥肝甜腻或者是过咸刺激的食物 想要预防脑梗最好少吃甜味的食品 或者是奶油蛋糕等等 还有比较咸的酱类以及咸菜都应该少吃 第三 少吃高盐的加工肉类 以香肠火腿为代表的加工肉类 商家为保证其风味 才会加入大量的盐 食盐渗入量超标 升高血压 高血压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无声杀手 长时间的高血压 最容易导致出现动脉硬化的血管破裂 出血 症状 后发血栓堵塞血管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脑梗这样的疾病 与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做好相关的调理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预防作用 好了 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 收藏和转发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扬声知识与您分享 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